spin作 Wasp 你收看的頻道是 牛奶大師師師師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師ok 那三是隻 我們把那個 開關的支線 解決之後呢 我們進行主線拉 好 大家發現我所有的其實是因為我滑鼠在找東西 因為這個 現在我錄遊戲的 那個軟體是看不到滑鼠的 這裡真是仙氣弥脈 難不成我真的到了天上 您是仙人 哈哈哈哈 老朽可不記得自己哪是成為仙人了 我與你一般都是常人 常人 所以我還活著 既然如此 我得去替血娘報仇 好疼 以你現在這副身子 要如何報仇 你坐下 我求先為你療傷 替我療傷 這老前輩雖看似古怪 倒不像是什麼惡人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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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急化為成 老前輩在念什麼 從他掌心傳來一股暖液 痛達全身經脈 傷口似乎 靜靜不痛了 你先別起身 保持現在的姿態 持續運行內力 傷口看似愈 傷口看似愈合 但脏腹 依舊生重未愈 這是因為你尚未學會 運用體內的愈合之術 老前輩 你似乎知道我是誰 哈哈哈哈 你小時候 我們曾有一面之緣 但那時你年紀上幼 又身受眾生 自然不記得了 多謝老前輩相助 只是你我宿命平生 為何您要再次相救 此乃天命所定 誰都無法違背啊 天命 老朽問你 你此刻最想做的事情為何 報仇 我要替沈娘 錦四哥 還有其他冤死的 開封標局的人 向魔尼教報仇 你要如何報仇 把他們全殺了 不 那魔尼教企圖制作 三生三死也 只要能阻止他們的計劃 就是最好的報仇 魔尼教主乃是厚州皇室血脈 他企圖用三生三死癮來操控人心 令天下大亂好匡復厚州 魔尼教 魔尼教 勢力龐大 基礎甚穩 只待時機成熟 就會把大宋這塊巨石碾碎 你一介平凡少年 憑什麼覺得以一級之力 有辦法復仇 未免也太自不量力了 老前輩 不是我有沒有能力 而是我非付出不可 只要殺害沈娘的人還活著 我就永遠不會放過他們 如此重情重義 不愧是天命所選中的人 老朽果然沒有看走眼 十年前為了替你療傷 我在你體內灌輸了癒合之術 只要受傷時催動運行 就會加速傷口的癒合 要報仇的話 這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你要學嗎 我要學 百年來 老朽一直在尋覓 這絕世武功的傳人 但大多數人 無法承受這強大的內勁 幾乎都活不過十年 即便如此 你還是想學嗎 能得此絕學 以報血海深仇 就算折獸 亦在所不惜 恳請老前輩 傳授弟子此神功 好 既然你有此決心 我就傳授於你 老前輩 我已經照您說的 在這裡處三天了 請問除了背誦心法 我還能做些什麼嗎 仰氣凝神 切勿妄動 你所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什麼都不做 又是仰氣凝神 切勿妄動 這八字真言 我都聽了幾百遍了 哈哈哈哈 照你這樣子 怕是還得再聽上千遍萬遍 才能誤得精髓啊 這老頭該不會是在耍我吧 可惡 這樣下去 幾時才能為沈娘報仇 不如我甩了這老頭 自己到江湖上去打探消息 但要是他傳授的真是神功 現在放棄豈不可惜 若因為急躁 失去得到絕世武功的契機 我想報仇 豈不是少了一分力 我懂了 他指我一心報仇 擔心我契機攻心走火入魔 才會以此方式提醒我靜下心 謀定而厚動 靈魂運用腦袋 變通法子達成目的是我的長處 要是被心魔所困 無法全力發揮 豈不是本末倒置了 老前輩 謝謝您的指教 我已經冷靜下來了 是否準備好進行下一步 你的身體最清楚 如何 你體內是否感覺到了變化 確實有股奇妙的內力在體內流動 殘存的疼痛 也隨之減輕了 很好 這就是老朽的絕學 睡仙大法 現在 你已經掌握了這套心法的第一階段 嗯 選第一個好了 睡仙大法 這套心法的特殊之處 在於 只要能達到心圓歸一 靜如止水 即使身處激烈的戰鬥中 亦能徐徐欲療 身體瘡 已易代勞這件事 我太拿手了 這睡仙大法 似乎如同為我量身打造一般 您剛剛說我已經掌握第一階段 那後續 那後續還有別的步驟嗎 既然是睡仙大法 這第二步 自然是就地躺下睡一覺 以敬全功 啊 我還以為又要悟些什麼大道理 結果只要睡一覺 這個心法修煉起來也太安逸了吧 這老前輩看起來高深莫測 他所創造的心法 當真只要睡一覺就能學會嗎 放心 老朽不會害你 按老朽說的做 一覺起來 保證功成 那我就失禮了 記好心法 朦朧中 我看見沈娘在昏黃燭光下 逢捕衣服的身影 一瞬間 我又來到了開封的橋前酒攤 和景四哥把酒言歡 談天說地 我試著抓住他們 他們卻化為泡影 轉瞬飄散而去 奇妙的是 滿腔的悲憤並未使我怒法衝觀 反而化作一股熱浪 沿著我全身的經脉奔流起來 這股熱浪越是循環 我體內力量越是源源而生 或許 這就是化悲憤為力量 與傷痛共存的方式 這一覺起來 我身上每一寸血肉 都仿佛獲得了新生 老前輩 你這招心法實在受用 如今 你已經學會了愈合之術 只要你日後勤家修煉 便可自行療癒傷口 多謝老前輩提點 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請受徒兒一拜 此生有其實 知命令不憂 天道由歸處 順應反自然 這神功 這神功可救人 也可害人 就如同天下興亡 全系在你一念之間 任何選擇 這神功可 皆會影響最後的結果 須慎之啊 老前輩 我明白 我這就出發 事成之後 再來向您道謝 你就是天命所選中之人 今後這世界的結局 就看你的選擇了 這天地之大 宇宙之廣 我自有復仇之心 卻又該上哪兒去尋他們呢 一品紅 肯定跟水警房脫不了干系 該去開封找那酒商問清楚 赤絮食 沈娘說過 如要詢問礦物的事情 可以去杭州找大福書 東洋村 在洛陽附近 卻曾應曾提到要抓人試藥 該先去阻止他們 我還得抽空回小溪村一趟 沈娘不在了 小狮子小狗子 一定不曉得今後該怎麼辦 我是他們的大哥 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應該先去哪裡才好 好 這個 我覺得先去開封好了啦 因為洛陽 哇這個 好討厭喔 好進去開封好了 就先前往開封吧 好 好 反正這三個都要去 還是先後順序不同 可能我遇到的事情 也可能會不同 整個打 先往開封 先往開封 武學 心法 所以先到齁 十秒鍊不攻擊 而且不照顧攻擊的話 恢復 3%的生命 修煉 這個到底好不好用啊 火焰是用 火焰是用 那邊就是用這個啦 移動速度 吼 往屋上 小溪村 我玩這個也回到小溪村啊 咳咳咳 咳咳咳 可能要買什麼迷藥之類的 所以看起來現在還沒辦法 開封 航舟 好 先開封吧 好 這一集其實也差不多了啦 因為光聽 那個旁白念完畫 基本上就花很長的時間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個神秘老人怎麼救主角的 好 這邊要重新再對畫一次 好累喔 好 這邊要重新再對畫一次 好累喔 好 這邊要重新再對畫一次 好累喔 好 這邊 很輕鬆 看起來有些對畫還是一樣 好 我們再 逛一下 等一下再找其他的地方 诶 这个是什么 鱼腥味 这些都是原本的 对话就有了 OK 另外一边呢 诶 这个吼 雪花酒 可是好像没有雪花酒 好 这边应该是没东西的 反正开封可以随时回来 那个宝箱应该不急着开 还是真的等 好 好 這個不知道在哪裏 消息雅門 好沒東西 我還有什麼新的東西的 就什麼都沒有 剎下雪的四手之二手改編 躺死派 三小 喔 果物 有貓 我身上沒有魚 我又不是餵牠魚 稍微逛一下就這集差不多了 這支箭太龐大了 那一樣的嗯 放錢 放開 沿著的過去 OK 熱門經典 好 後面有什麼 綠仙樓 好 好 6159 不要跳喔 不要跳喔 好 好 然後走這邊 開封府 應該是這裡吧 主線 好 開封門等一下再過來 好 這城市太大了吧 好 怎麼會有敵人 好 我們去打那個敵人 好 好 打完就差不多了 到這邊好了 累了 唉唷 把幫個忙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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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可陣 吃我一刀 吃我一刀 撒 撒 有機可陣 兄弟 我怕 撒 殺 放把 過來吧 讓你見識我的力 累了 幹啥我 嘿 累了 幹啥我 接招吧 小試身手罷了 好 這集到這邊結束好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主要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如果喜歡我的訂閱按鈕 記得打開 下次我更新影片 就能收到的工資喔 謝謝大家 最有趣的收看 掰掰